连词顾名思义就是把语句连接起来增加语句逻辑性的词 你可能一下就想到咱们中文的 然后但是因词 它们当然在英文中都有对应 这样的连词你可以理解为 把处于同等的并列的语法地位的单词词组或句子连起来 所以这一大类连词叫并列连词 等一下我们会细看其中的分类 不过英文中还有一类连词是专门连接英文主句和从句的 因为从句可以理解为主句的句子成分 从属于主句 所以这一大类连词叫从属连词 因为咱们中文没有英文那样的从句 所以这一类英文连词你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咱们先看并列连词这一大类 刚才说了并列连词连接的 是有着并列的同等语法地位的单词词组或句子 虽然有同等语法地位 但是在逻辑上有个细分下去 最容易理解的就是并列连词中的表并列关系的连词 The rabbit is smart and cute 这兔子聪明且可爱 The rabbit teaches English and makes videos 兔子教英语并做视频 Both the rabbit and the wolf like carrots 兔子和狼都喜欢胡萝卜 The rabbit not only teaches English but also makes videos 兔子不仅教英语还做视频 The rabbit teaches not only English but also German 兔子教的不仅是英语还有德语 并列关系还可以比较否定 如 The rabbit likes neither apples nor pears 兔子既不喜欢苹果也不喜欢梨子 Neither the rabbit nor the wolf likes apples 兔子和狼都不喜欢苹果 请注意这里的位移动词like和前面的wolf一致 所以用第三人称单数 这个叫做就近原则 咱们等一下还要提到 千万别以为选择关系和并列连词冲突 咱们说的并列连词是连接并列语法地位的意思 而这种并列连词表达的逻辑意思 可以是从什么什么选择 如 What is the rabbit like apples or carrots 兔子喜欢什么苹果还是胡萝卜 Either the rabbit or the wolf is going to the party this evening 不是兔子就是狼会去参加今晚的聚会 与并列关系比较否定类似 选择关系也可比较否定 The rabbit neither ate nor slept yesterday 兔子昨天既没吃也没睡 Hurry up or or else Otherwise you'll be late 快点否则你要迟到了 Either the rabbit or I am going to the party this evening 不是兔子就是我将要参加今晚的聚会 注意到了吗 这里的位语动词是am 这也是因为之前提到的究竟原则 即位语动词由靠它最近的主语决定 其实之前的并列关系的联词 Not only but also也遵循这一原则 如 Not only the rabbit but also his friends Are going to the party this evening 不仅兔子还有他的朋友们 也会去参加今晚的聚会 转折也好理解 虽然但是嘛 请把虽然但是打在公屏上 The rabbit cooked some carrots But he didn't eat any 兔子煮了些胡萝卜 但他没吃 这里的but还可以用yet The rabbit cooked some carrots yet he didn't eat any 这里的yet是并列联字表转折 而不是副字表示还没有 请比较 I haven't eaten yet yet I'm not hungry 我还没吃 但我还不饿 第一个yet是副字 第二个才是莲词 话说兔子煮了胡萝卜不吃 确实挺稀奇啊 这是为啥嘞 The carrots were ready However The rabbit was still making videos 胡萝卜做好了 但是兔子还在做视频 原来如此 当然是视频重要 不点赞关注投币播吗 刚才的However 还可以用Nevertheless取代 The carrots were ready Nevertheless The rabbit was still making videos Nevertheless在这里听上去有点怪 因为它一般做书面语 所以口头上听起来 有点太温舟舟 你也许觉得 However Nevertheless这样的词很难记 总是不太确定怎么用 所以只好一个but走天下 其实你不要用把 However和How 或是Never和Nevertheless 放在一起记 虽然它们的确有关系 但通常意义相差太多 你只要记住 However和Nevertheless 就是用来否定 刚才提到的信息 不要转折就可以了 The rabbit is busy So he won't go to the party tonight 兔子很忙 所以今天晚上 它不能参加聚会了 连字前面是原因 连字后面是结果 这样的前因后果 很好理解 咱们还可以用 Therefore 来替代 So The rabbit is busy Therefore He won't go to the party tonight 这听起来也有点 台湾周周了 因为 Therefore 也通常用于书面 刚才是前因后果 但也可以是前果后因 The rabbit will skip lunch For he is busy making a video 兔子不吃午餐了 因为它在忙着做视频 For 在这里可不是表 为了的借词 而是个表 因为的连词 你看 兔子做视频都废寝忘食了 你不表示一下吗 这里你可能要问了 Because 哪里去了 Because 不是常见的因为吗 J是因为啊 Because 不属于并列连词 而是属于第二大类连词 从属连词 开头咱们说 从属连词 是连接英文主句和从句的 那么显然 咱们得先了解从句 如果你对从句 还不是十分了解 请见英语图我的 从句视频系列 从属连词 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引导 名词性从句 包括 主语从句 编语从句 表语从句 同位语从句 还有一类 引导 副词性从句 即 壮语从句 它们在英语图从句 视频里出现频率都很高 这里咱们复习一下 That 引导四种名词性从句时 只起连接作用 在句中没有实际意义 在编语从句中 可省略 主语从句 That the rabbit ate the carrot was obvious 兔子吃了胡萝卜 这很明显 编语从句 I saw that the rabbit ate the carrot 我看见兔子吃了胡萝卜 I don't know if the rabbit ate the carrot 我不知道兔子是否吃了胡萝卜 标语从句 The fact is that the rabbit ate the carrot 事实是兔子吃了胡萝卜 同位于从句 But question whether the rabbit will eat the carrot is on all our minds 兔子是否会吃胡萝卜这个问题 营绕在我们所有人心中 再看从属连词中 引导壮语从句的连词 这样的连词就有多多了 具体的请参见英语图从句视频 这里只快速列举出这些从属连词 时间状语从句的连词 when while as before after until since 地点状语从句的连词 where wherever 比较状语从句的连词 then as 条件状语从句的连词 if unless 任不状语从句的连词 although though even though even if while 方式状语从句的连词 as as if as though 原因状语从句的连词 because 终于看到because了 because是连接 数句从句的从属连词 而不是并列连词 注意 它不能与并列连词so 连用 since as 目的状语从句的连词 in order that so that so 结果状语从句的连词 so什么什么that such什么什么that so that so 还是那句话 从属连词的细节 请参见从句视频系列 以上就是英语连词最核心的概念 咱们快速总结一下 英语连词分两大类 并列连词和从属连词 前者连接处于并列的同等语法地位的词 词组和句子 后者连接主句和从句 并列连词从逻辑上又可分为并列关系 选词关系 转折关系 因果关系等 而从属连词引导的是两大类从句 名词性从句和副词性从句 好 这一次就到这里 我是最在乎你的英语老师英语兔 请花几秒钟帮忙关注点赞转发评论 十分感谢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